好 这个焦点话题来看到就是 减财政部长刘亦如昨天抛出了上任第一步 就是要来演你暴利税 那么所谓的暴利税其实意思指的 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财富应该要克税 所以包括像是仲裁券啊 或者是统一发票得主等等啊 未来都应该要克税 不过此话一出立刻引发了外界批评 认为说难道这样就真的能够解决 说服公平的问题吗 没有想到事隔一天 这刘亦如的态度转趋保守 说下个礼拜再好好谈谈 但是民众现在反应已经两极化了 有人认为说中乐透本身就已经克税 不应该再加税 好 一张大乐透 祝你中头奖 买张彩券你可能成为亿万富翁 但是这天上掉下来的财富 未来可能会被征所谓的暴利税 准财政部长刘亦如还没上任 就准备进行税改 透露仿效国外征收暴利税 英文名字叫做WinefulTest 字面上意思是风吹来的税 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利益 该克税像是彩券和统一发票得主 就已经缺税了 要缺暴利税 我心里是比较没下 那中的人就是那一两个 所以他中了一亿 他缴个两千万也是应该的吧 所以你觉得还算合理 应该是合理的吧 目前中奖超过两千元 就得付二十%所得税 加上千分之四的印花税 如果加克暴利税 参考国外做法 最多可能高达四十% 目前其他国家做法 暴利税克税对象是开采石油 黄金等高收益产业 或赌博赛马的收入 然而天上掉下来的收益 可暴利税 能解决付税公平的问题吗 我没有讲什么 我没有讲什么 我们下个礼拜再谈 我还有很多事情 下礼拜还要跟李苏德部长请教 然后也会去立法院 暴利税说出口 引发外界批评 事隔一日 刘亦如态度转去保守 要落实税改追求的公平正义 怎么克税 刘亦如确实得从长计议 追据前一发 你之前刘晓琪 台北报道 我们下个礼拜